人人都有佛性,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 人人都有佛性,只要有佛性就能够成佛 佛教举办许多活动,除了接引更多众生 也帮忙地方政府做到一些利有慰逮的慈善活动 人人都有佛性,只要有佛性就成佛头 感谢我们所有的珠三长老在这个佛式讲堂 提供了人民洗涤人心,净化人心 那一个修行的好地方 那过去,尤其来到这个屏东 更是我们应该结成余代 那么尤其在屏东佛教会 也长期帮忙屏东县政府 在我们很多利有未感 或是很多公益上,在公部门有所限制 遇上没有办法所及当中 佛教协会呢 给予我们非常多的在公益上的协助 尤其每一年一开春 屏东县,我们跟佛教协会 每一年为我们的县民 为我们的国家办理的全民的祈福 也往往受到我们佛教协会的非常多的 帮忙协助 那有很多的各方面的公益 就像今天,过去呢 我们在修行的当中 都是我们朱山长老 在我们自己的讲堂修行 或是诵经,祝导 但今天我们是把佛头的门打开 让这种低碳健康 又适合亲子的所有全民活动 路跑,甚至呢 园游会等等 能走到这个佛头的地方 大家全民共同参与 佛氏常常举办诵经祈福法会 就是期望国家能风调雨顺 人民安居乐业 十方新闻 吴桓协路检玉林 屏东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